大家好 歡迎來到影迷小場戲 今天講的是一套 完結了很久的神劇就是Breaking Bad 其實不止是Breaking Bad整個宇宙 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我看了九月所以我大概知道他講什麼 但是你說很記得我又不是很記得 所以就交給大家 有阿匡在 除了有Rita 坦白說我也是跟著他開始到緣 逐年去追 所以你說你年代九月 其實我年代都九月 但是差就差了 因為我都很喜歡這一套劇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想起一些 遇到一些情況 我覺得可能我懶得懶得的時候 我會看Breaking Bad的一些片段 例如有幾段都蠻喜歡看的 例如第一集 他不是在吊勾那個小車房的老闆 然後那個老闆本身是做收銀的 Fuck your brows 吊他的眼眉 Fuck you and your eyebrows 那些 又或者是可能很懶得的時候 會看他丟薄薄 不如我講一講故事 其實在講什麼 所以我會覺得他這套劇帶給我的感覺是挺深的 其實他是很快 因為最後有些轉了一條橋 他是講一個化學老師 因為知道自己有癌症末期 他想在死之前 賺一筆錢給老婆子女 所以他發覺原來那些是冰毒 是嗎 是 冰來的 發覺原來冰毒 我懂得做 因為都是溝出來的 然後他回答Jess Jessy Jessy是一個混不著的爛仔 也是他以前的學生 然後就去從事他的販毒事業 整個故事是這樣 沒錯 販毒生涯 其實說結尾也可以 整個結局 當然最後他是成功落網的 被人捉了 當然在捉之前應該都已經死了 相信他已經 Jessy 也可以在這個 這個獨囂的集團這個輪迴裡面 這個枷鎖或者輪迴裡面 終於可以逃離了 開始他一個新的生活 其實我們上一次講《Beta Call Saul》 都看到大家都有很多回響 其實我們本身也就著Emmy去說的 但是Emmy就沒有成功燈爛到她的糟糕 都說了 一個獎都沒有 六季一零獎 零呀 屌你到尾 但是也有傳風聲 其實電視播 《Beta Call Saul》是沒有播完的 所以他有機會下半季還可以參選 之後的艾美 但是到現在這個時刻 我覺得艾美獎是否扮不扮 寧願他不扮 我會更加欣慰 就說不扮不扮 之前因為我已經是逐年逐年追 逐年逐年看艾美 你說之前輸給Succession 算了 都好看的 但是今年輸給 都不知道 我也不想提那個名字 男主角輸給李正載 我又不是不生氣的 即是不是很討厭李正載的 我真的 我只會這樣說 李正載好戲的 不過不是這套 不是這套 就是你拿一套 有些人說 不是裡面最好的作品 由於遊戲 不好意思這套不是一個好的作品 作品 什麼最好的 他沒有資格是講好的作品 因為特別是他抄倒幕啟示築 應該是死罪 我也是死罪 抄倒幕啟示築 還要不認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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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不認識他 很多東西聯合起來 你都會覺得那套不是好戲劇 但是Better Calls 坦白說 我真的覺得是精品 所以相對之下 你會覺得這樣輸法 真的太不值 對不起 我打斷一句 其實我覺得李正載的角色 如果找劉青雲做 其實會好一點 可能可以 我覺得劉青雲適合了 李正載做到 那個角色 好像隨便的演員都做到 那個角色 那個build-up是有的 有事件發生就OK 其實為什麼我們會特別上心 就是因為最後一季 Bob Ordenkirk 他的表現 應該說這個plot 令到他有很大的空間去發揮 因為你看回 如果你要講 Breaking Back裡面的 Bob Ordenkirk 即Saw Goodman這個角色 他的演技不需要很多 因為經常都要冷開心 冷興奮 It's all good man Call me 他好像是哪一隻 美國謝偉俊 我不是說任何人 我想說的是 其實美國很多律師 就是離婚多少錢 破產多少錢 應該說全世界都很多這些律師 但我記得他應該沒有試過 全裸姐穿一條三角泳褲 應該沒有 謝偉俊就好像有 但他是那個律師來的 沒錯 你懂得明白我說什麼 就是那個律師 但是你看到 在Breaking Back裡面 他就比較強調多一些 他的心理描寫 去到第六季 他一人分析三個時期的自己 裡面的表現的轉變 行為也好 他的微表情 這些都是我們為什麼覺得 這麼不值得輸 我不值得輸 的感覺 但也是這樣 燈都燈了 其實為什麼我們一定要說 這個宇宙 就是其實 In contrast 就是Breaking Back 是神經病的 他在艾美 是每年都拿 每年都拿了 就是導演 最佳劇集 男主角 男主角 女主角比較難 女主角每次都拿 但是 Supporting Act 和男主角是Hermaine 我覺得其實 他有點不 Sorry 你說一下 其實Better Calls Law 有點心不逢事 你不要 其實你不要拿 質素去說 因為那一期 Bet King Back很紅 那種紅是 現象級 你不看你就不潮 但Better Calls Law 如果你只是說 引起來說 當然不夠有以後 出名 隨時可能他連 其實Succession 他也未必夠Succession紅 沒錯 還有Stranger Things 他應該是不夠他們紅的 無論如何都不夠紅 比較麻煩的是 他本身 好像打正奇豪 已經是一套 複線的作品 他好像是支線的故事 但其實不是 我起初都以為是 我不是很想看 但原來他根本就是 幫Breaking Back 做個開頭 亦都幫Breaking Back 做個收尾 看完就覺得 我沒有白看這部劇 因為有了這種心情 都很難的 現世代看劇 即是可能你看到 Supernatural 你也可能看到 哇 我浪費了十至二十年 大家知道 原來上一年才完 對呀 但看到尾 你是可以感覺 哇 我浪費了很多時間 看到什麼 我都未講權力遊戲 看到尾 哇 我浪費了七季 看到這個垃圾 但是Breaking Back 和Better Calls Law 真的沒有這個感覺 還有一種余韻 哇 是多麼難得 現代發生這件事 我不排除 升了升 將來都會有這個結論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很大這個暗湧 我會說 暫時我會覺得 我又不是說 那些人氣 對呀 說他浪費不浪費時間 坦白說 我自己也看開劇 其實我自己也習慣 可能是看完那些舊劇 然後自己就在過 自己承受那個很差的after taste 我也經歷過 只不過是 我對於Better Calls Law 這一個很純粹地說故事的那種 那種拍劇的形式 我會覺得是 在這個世代裏面 是太少有了 大家應該要珍惜 即是怎樣說呢 當《Stranger Things》很紅 由於遊戲很紅 但他們玩的很多是Gimmick 可以做一些事情 令到那個觀眾 可能現實中可以模仿 玩很多這些Gimmick的時候 我覺得這些全部都是一些 真是沒什麼意思的事情 其實我想說 所以如果我去到這個Better Calls Law 他現在是在整堆弘弘的 這麼多的美劇裡面 他是很少數地去 用最普通的講故事手法 來去俘虜觀眾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無論怎樣 都要值得欣賞 其實我想說 雖然我們經常笑夠無劇 但我想說 美劇那種製作模式 他爛尾率是99.99% 是 拍到沒有人看過日為止 英劇就會更厲害 如果一套劇 他在不被人腰斬的情況之下 肯自己緣 其實那一套劇 是差異有個譜的 在《Breaking Back》上一套 發生過這種情況的劇 我印象中是《The Wire》 《The Wire》 《The Wire》 就是傳說中的神劇中的神劇 或者《True Detective》有一季 連黑社會都差勁他 《True Detective》有兩季 你不要經常拿他第二季 第一季當然是神 但屌你老闆 最終是拍到第二季 所以美劇的難美率 我想說 美劇的難美率 是高於無線的 你可以說不關心 但就是拍到第二季 我們可以回復正題 就是我們這次都想包含《BREAKING BACK》 去説整個 這個叫《BREAKING BAD》的一体 或者叫Fins Killingen 在Ahrlich 上次也講了很多《Better called Saw》 我們最後 Até well 可能用了三個 QUITE 耍olt 其實她呼應是 Protection 但最後是有個後悔 就是講Jimmy 到最後怎樣去面對這個 regret 其實真的貫穿了主軸是你前面去看 你會想究竟身邊的人是不是愛Jimmy 尤其是 Chuck 是不是愛Jimmy Jimmy 值不值得被人愛 Jimmy 自己知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或者Jimmy 這樣的選擇是不是錯了 或者很簡單 Kim 對他的愛 是不是應該要禁無私 他禁無私對他是不是好事 我們上次都講了很多大概這些的感覺 但是他最棒的就是 其實他一開始都沒有很點題地說 reg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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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說過後悔做什麼 只是很多的互動 到最後一季開始滲出那種後悔的情懷 那種內疚 那種自責 最後為什麼他做了Gene之後 他從來笑都沒有笑過 就是假笑那些 如果你看到所有Gene的場景 全部都是黑白色的 如果其中一個大家留意到的場景 就是唯一他可能看到彩色的 就是他以前的電視廣告 可能他看到他那片鏡片 就會反映出他的電視廣告 那才是彩色 對於Gene來說 其實很開頭的時候 他都未必真的會覺得 我真的很後悔 我覺得做So Goodman 真的是一輩子最初的決定 他都沒有這樣想 但是什麼時候他才會覺得 我覺得我不應該再做So Goodman 我不應該眷戀So Goodman 我應該回歸基本部 做James McGill這個男人 然後就是他跟Kim說的 對 他知道了Kim 他承認了自己的 當年做過什麼錯事 他冤枉了Howard什麼 沒錯 他就知道原來Kim已經在轉移 轉移不是說不再愛他 而是他轉移在他的人生裡面 不是再單單會因為這個錯節 這個內疚 來跟那個南部美國人一起 他跟那個南部美國人一起 總之整部劇我最愛吐心一幕 但是James McGill就是在這個位置 再走前一步 我覺得這裏其實是最後 有些人會覺得好像BBQ了 但是這種BBQ不容易 他不是說我現在放監出來 還有什麼 而是他願意去承擔這個後果 可能是Lifetime的了 但是這種釋懷 比他在監獄外面 他牽著Kim的手 而是他們有一種捉不到的感覺 我會覺得為什麼這個結局 會令我很回味很回感 是因為當我們再想回過去的劇情 我會覺得我的感觸會比起 我當初看的更加大 譬如我們上一個節目說了很多Chuck 就是說Chuck怎樣對他不好 我們從Jimmy的角度 其實我們真的很討厭Chuck 尤其是第一季的時候 他不是在那些老人院去抽波仔 抽到超多個B B for Betray B for Brothers 但是其實當時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個人很慘 為何Chuck要這麼殘忍呢 再加上他們在法庭上 最後一次對壘的時候 Chuck在家裡 再跟Jimmy見面的時候 他說了一句說話 就是其實你對我來說 不是真的那麼重要 我不是真的那麼在乎你 那時候看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你連最後一句 你竟然說這些說話 但是去到結局的時候 他再說回很久之前 Jimmy很好地照顧Chuck的時候 Chuck那時候的表情 你很肯定這個男人 一定不是不在乎他弟弟 其實我想說去到我的反思 可能過上一次節目之後 我之後再想這部劇 我都想究竟Chuck 是不是愛他 或者他最後那句說話 我完全不在乎你是怎樣 我覺得可以兩面看 一來就是做一個混蛋 讓自己可以單獨 令他不會傷心 Richard其實是不成功的 其實Jimmy也是傷心的 另一種方法就是 你做到律師做成什麼 不應該是看我關心你 我可以這樣解讀 因為我們去到最後一集 他那一幕就是說 你其實可以不選擇做律師 我不是你的目標 你不應該把你的人生 投資下去就是以我做目標 我憑什麼做你的目標 我可以不用是你的目標 我只是你的哥哥 我可以做一個你哥哥的身份存在 但是Jimmy 你就覺得自己做的律師 是很開心很high 就是你lifetime值得炫耀的東西 但是Chuck是一個聰明度 我知道你根本不適合做律師的人 我不知道 我的解讀就是覺得 可能做律師他都滿足的 Jimmy是滿足的 但是Chuck對他來說 你不可以就是因為我做律師 我是一個律師 你希望得到我的認同 你將你的人生投資下去 令得到我認同 這個是一個forse hope 不應該在我身上 獲得你人生的自己認同 我覺得這個未必是Chuck的想法 為什麼我會覺得 都挺肯定不是Chuck的想法 因為Chuck在他瘋了的時候 他是說你竟然可以考這個律師牌 然後跟我一樣 What a sick joke 其實我會覺得 Chuck是從頭到尾 不能夠承認Jimmy的能力 是跟自己一樣 他可以去達到自己的成就 再加上他說 我不在乎你 其實那句說話 我覺得是 我輸到貼地之後 我是拿著沙 我覺得自己是兩面 我覺得是一半一半 他有那種妒忌心 他有那種對於Jimmy的白眼 是有的 一定有的 但是他也有壓力 我只會覺得 Jimmy把自己的目標 放在要做律師這一方面 你可以說完全不是因為Chuck嗎 一定是有Chuck的影響 他才會看著這個目標去做 只不過這個目標 其實Karnoff就是馬上投射到Breaking Bad 就是一個人 存在主義地說 他人生 他要追求的東西 是一些人認為你要做些什麼 或者你錯誤地以為 你需要符合一些人的期望 還是其實本身 如果Jimmy他真的在做自己最期望的東西 可能 我不敢說他完全不是 但是我覺得他也某程度上 就是因為曾經自己的仆街 自己是一個垃圾人 就是做一些爛仔的身份 但是他看到他哥哥會不會是一個正途呢 一個可以達到的位置 或者應該是成功的一個標準呢 這些單純地把這件事叫做成功 好像扭轉了整個人的人生 價值觀和人生的目標 令到他最後得到這樣的結論 我不是說他當初是對還是錯 但是這個就是他的選擇 他選擇令到他有今天的結論 是可能可悲 亦都可能是燦爛的 經歷了那麼多事情 只不過有一點點投放 就是本身說的Breaking Bad裡面 他做了幾多錯的選擇 幾多他以為是對的選擇 他以為是最能Smart的選擇Waterweight 其實他最終的目標是什麼 他就是滿足自己 作為一個人 一個人生最後的一個滿足 或者我存在的感覺 我會覺得無論是Breaking Bad 還是Better Call Saul 他很擅長說那種男人的好勝 意思是他會為了自己一個 一個很微不足道的所謂的自尊心 會做了很多一些錯又錯 繼續錯下去的決定 這個是很強烈的男人自尊的問題 其實我不覺得 終於我可以回答他 Better Call Saul 因為Breaking Bad 如果你說開頭 我是第一季 我當他是黑色幽默劇題 應該是整套都是的 我覺得他有點跳了通 因為第一季 就是剛才說過 他的故事是說有個化學老師 因為他知道自己末期癌症 想找回一筆錢幫 拿給老婆子女 但因為你知道畢竟 就算是 因為你如果是用生意的角度去看 你販毒是你除了製造之後 還有銷售渠道等等 對 馬戟廳等等 然後他和Jesse先生不懂 所以他們闖了很多禍 其實本來要有這個組合 就是因為Jesse是一個 是扣到的一家人 即是沒那麼扣的人 是不是那麼好笑的 即是就是第一集看 第二集看他容詩 就知道現在是昂貢 因為老师 說得明 買個正在交筒 這樣煩惱 浴缸就是浴缸 普通有點噁 那些人好笑 那段好笑 事後還要看他們一起去抹 那段真的好笑 例如說他們中間去販毒Jesse也是 因為也是那句 販毒是一個有技術含量的成分裏 除了制毒之外 他們為何響打呢 因為很搞笑 賣賣一賣 突然被兩個導遊夾了 然後兩個導遊自己被ATM機砸死了 然後在街上傳到 哇好厲害啊 他們不要得罪他們 第一得罪他們會死 其實他們兩個什麼都沒有做 很好笑 其實不止第二季捉Saw Goodman 其實他們都懂得綁架嗎 隨便脫兩隻物在頭上捉一個綠色的紅色的 捉到他 去坑前 殺他 拿槍子震的 說不說不說不說 你是不是誰啊 你是誰派你來的 他連自己的頭套也脫了 那時候上車就沒事了 被人說服了 就這樣就好了 充滿了一些東西的 但去到最後他跳了通的 他轉了通的 不用跳這個字 就是去到哪裡我覺得 因為那時候大家都說要看 我看的時候OK啦 挺好看的 高質的 我直到去到哪裡作為一個男人 我覺得他講得很重的 那最後我踢招了 中間啦 其實他癌症康復了 人大再有 哈哈哈 其實你分兩個 他癌症康復又分了幾個 其實有人問他 其實你都這麼多錢啊現在 你發了 為什麼你還要販毒呢 他很認真地回應這個問題 因為我擅長這件事 其實他很有趣的 就是一般人 應該這麼說 全地球99%的人都覺得 販毒是不適合的一個行為 作為一個老師 為什麼他要去做呢 就是因為他 應該是50歲左右 我當他50歲 他50歲人 做老師是不能成功的嘛 他還要做兼職 找不到吃的嘛 他還要買車 找到吃的嘛 還要是他學生過來 說 Mr.Wy is cleaning my car 為什麼他會繼續做就算找到吃的 除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之外 第二件事就是 他這件事找到成功感 原來我教這麼多年 chemistry 是可以做到一些東西出來的 雖然那件事是犯法的 可以有這麼高成就 他是說的 其實整套劇的中心思想 突然變成一個男人的生存 就是為了找到他的成就感 還有他講了很多 譬如他家裏 他的兒子不肯叫自己Walter 又或者他在家裏 相比起舅父 舅父可能也不太受歡迎 還有最重要的一個很關鍵的劇情 就是他曾經為了家庭 他賣了一個可以做到很成功的公司 是不是Grey Matters 那件事 我一時間忘了 總之是他和他朋友和他當時的女人一起去成立的一個地方 一個公司 當他為了那些少許錢 賣了這個專利之後 那間公司就開始發展得非常好 成為了上市公司 因為很有趣的是 其實Walter這個人 他是有才能的 他的鏡頭是挺好的 好到你覺得他應該做研究的 他的確是做研究 不過他立即研究其他東西 這句80%純的Grystal 他其實很能打擊到某一種男人 因為老實說這個地球上99%的男人都是失敗的 打擊到大家都覺得自己是懷財不育 但是那種證明就是他那種不忍心 或者那種不憤就是 當初這間化學品的公司 靠的是他的成果 我為了搞大了Skyler的肚子 所以他要賣股份 他要生了Walter School Junior Happy Birthday to you Mr. President 其實是第二季才發展到的事 第一季的Skyler仍然是很忠貞的 你這個八婆還要偷吃全家產 但是很棒的 譬如我少說他中間有一段 就去追求學校的校長 你記得嗎 Walter White他為了報復 他打算在校長室撩下那個年輕一點的校長 然後弄他的頭髮 弄他的頭髮想裝疼他 然後校長說 你怎麼搞的 然後就投訴給他老婆聽 其實他一直就想起 你怎麼說呢 激勾他老婆 他沒有真的打算去追求 但是屌的老婆 很久了 五十多歲去撩 人家都很冷 那個校長 他撩他的頭髮 然後說 What what 這樣不聽他說話 然後吹架他 但是之後他最棒的這部劇 他不是說他賺到錢之後 是要怎樣大放異彩 丟些錢去玩 玩女人吸毒 他還是沒有做 因為這個是他畢生的研究 錢是不重要的 感覺像什麼呢 像李嘉誠 不是說李嘉誠是販毒的 李嘉誠 惡毒的 我覺得李嘉誠 錢對你來說真的沒什麼意思 他為什麼做生意純粹是賺成就 或者這個是他的工作 你不會問人家要吃飯 然後他怎樣用錢 怎樣操弄這些 他開始發覺 不單是製造毒品 不單是製造冰毒 他透過這個冰毒 他原來可以得到權力 他以為接觸不到那些人 那些人的首領 他給他的權力 甚至可以吞併給他 例如他的名字叫 Mr.Hanenberg Heisenberg 沒有Mr.Hanenberg Jesse經常笑他這個名字 但這個島在江湖上是有名字 其實他很厲害 我忘了他的名字 隨便看一看出來 我記得在某一季 可能他們收不回錢 好像有些人欺負他 他就改了名字叫Heisenberg 然後馬上就有型了很多 但他的名字好像是他勾改的 也不是想到很久 怎樣砌字 不是他勾改的 確實是他勾改的 這個真的有點弱 我記得是有些nerd的成分 可能某個名人 可能很崇拜花王的人 可能是吧 我不太肯定 不過之後他當然都起床了 所以也有個名場面 就是Save My Name Save My Name 這段 You're goddamn right 是啊 我真的覺得很有型 很厲害 這些場景 你會感覺到 這個人的自尊 開始慢慢的 提升上來 即是他一開始很失意 慢慢你就會看到 他慢慢變得很憤怒 變得很想保持所有東西 在他身邊 所以他無論是 不知道保持住 要控制 直接要控制所有他身邊的東西 沒錯 所以Jesse就是一個 很容易操控的人 其實Jesse算是這部劇劇裡面的良心 某種意義上來說 某程度是的 他有一種同真 或者有一種赤子之心 因為他是一個 撈不敢生氣的懶兒子 但是去到某些時候 他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錯的 例如他的女兒吸毒死了 他要殺人 他要殺人 他要害人 最有趣的是什麼呢 他跟Mr.White 光頭佬男主角不同的是什麼 他只是個無能的人 初初是的 所以他們的對比除了有黑色幽默 就是他在他的眼中看到的東西和Mr.White看到的東西其實是不同的 這個比較我最後可以說的 我覺得Jesse有說過他的雜數是他回家看他的畫 其實他是懂得畫畫 他跟Jane一起的時候其實他們倆是一見如故 他們對於藝術對於很多創作的東西是很有興趣和很有才華 但Jesse的背景故事就是說他應該是他的弟弟 他的弟弟是很厲害的 所以所有的寵愛關注都在他的弟弟那裏 Jesse只是一個很不受歡迎的沒用的兒子 所以Jesse有他的故事 但他是不是完全無用呢 我又覺得不完全是 尤其是你看到Camillo那套電影 你發覺他經歷了這麼多事情之後 其實Jesse也蠻聰明的 說真的他只做了80% 可以做到跟Walter White一樣高的純度 Crystal Math已經是無可取締 這件事已經是他的價值 但是當然要說回貫穿整套劇 除了要說Walter White去到最後他跟他老婆說 表白 他再說我給你錢或者什麼什麼 你們到時要怎樣做 我找到了Hansenberg是一個物理學家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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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想說他剛才到最後那季 他跟他老婆說 你嘗試再說一次 你再說一次 你是為了家人而做這件事 然後Walter White馬上說 我不是了我為了自己 我一直都為了自己 我覺得很厲害 我覺得很厲害 我做這件事我是滿足 我跟你們完全沒有考慮過你們了 後期我根本都沒有想過你們的生活 而是我所有東西都在我控制之中 我應該生存就是為了成為一個毒癢 成為一個制毒的人 但是好像你這樣說 他的ego就是見到他大 不斷地變大之後 他侵蝕了自己應該可以控制到的性格 他的脾氣 他身邊的人開始已經吞噬Hank 因為他而死 他從來沒有討厭過Hank 只是一個阻礙他發為的舅父 他從來沒有想過害死他 他真的傷心 是啊 他其實也沒有真正希望Skyler會不開心 他沒有想過他的兒子會離開自己 甚至他也不想Jesse Pinkman 是一個在他身邊不開心的人 但當然他要判斷他的時候就不在乎 作為Heisenberg的他的時候 他就不在乎Jesse Pinkman 但Jesse Pinkman不開心的時候 他既是因為要考慮他的工作 二來他真的關心Jesse 而當下他決定 其實Jesse對他來說是一個很親密的夥伴 其實他當作是一個兒子 是一個兒子的頭蛇 因為很可愛的就是 雖然他老婆都知道他在那裡煩 但很多事情他不跟其他人說 但他知道他才會跟Jesse說 即是這個人是他一個很 你說朋友也未必能說得上 但是一個很親密的人 甚至他最後是信賴他 我覺得這個是恐怖的 因為我聽過一些分析 不是我自己的理論 有人說為什麼他要有一集拍烏鷹 為什麼他會拍烏鷹 他那集最後是捉不到那隻蠔 是他自己捉的 那隻蠔拚彈他也拍不到 他沒有再理會那隻蠔 而有人認為 這個蠔就正正是Jesse Pinkman Jesse Pinkman Jesse Pinkman 因為Jesse Pinkman 在他身邊其實一直都覺得 他是一個不安的因素 他永遠都想不到這個瘋子 下一步隨時說不做 因為這女生你會不做 因為朋友可以隨時賣取毒品出去 你可以隨時因為所有事情 突然間我完全預測不到 這個不可抗力的因素我實在太 某程度上 他將Jesse拿到一個戒毒中心的時候 他是有一種安穩的感覺 但是也好像不對 好像不是完全滿足到他自己 而他打不到Wing這一下 好像是象徵著 他好像開始接受到Jesse Pinkman這個 他不是很能控制的因素在他身邊 留在他身邊 這個當然我覺得可以不同的解說 但是你會看到那裡 為什麼他後期不願意捨棄Jesse 明明Jesse被人抓了 Jesse是被人挾持的一方 其實說真的 最後結局也是救了Jesse 沒錯 為什麼他願意犧牲自己 當然他本身也要死 但是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風骨 或者跟他建立了這個感情呢 就是他原來接受到有這個人在 我會覺得是他們兩個實在經歷太多 他們的感情已經不可以用很多愛 很單純的愛和恨去表現 但是他是曾經想過怎樣弄走Jesse 他曾經想過怎樣弄死Jesse 即是他不是一個沒有想過怎樣弄死Jesse 因為他覺得這個人可能很煩 很快 而且這個人真的很危險啊 仆街 經常會發瘋 這個是很恐怖的 又情緒化 因為Jesse那種是他不太接受自己的毒販 其實他有些不接受自己的毒販 他覺得這樣做是不對的 還有他有一些無可抗力的 他在身邊就是 我不是我決定幫了你而已 但是之後我沒有想過我成為一個 那麼厲害的毒販 我可以做販毒 我可以賣毒品 但是我不想做那麼大的大毒販 我們從墨西過去就整個南美國 都是我做事的 我沒有想過這麼厲害的 因為他又不是說他不貪性 他知道危險啊 這件事 大佬 會死的 大佬 而他來到一個恩惠的地方 就是可能最初就是Jane 就是他的女朋友 被Water White弄死了 他知道之後很憎Water White 他不知道是他殺的一開始 一開始不知道 但之後他知道之後 他也討厭Water White 他也知道的 Water White不是向他承認 我看到他不能夠 之後他是有點生氣Water White 但是他總是不能避免的 你們大家都要一起做事 但是他就覺得自己好像白白 哀悼了很久 因為他經歷過那些 入去戒毒所 那些團契啊 那段時間就是因為整部劇 我覺得最拖的那一季 真的很痛苦 那一段 又要看他好像去了安老院 那一段 去游泳 不知道怎麼走 那一段之後 他們的感情是 那種錯綜複雜 就是你看到整部劇 不是說我信賴 就由一開始就信賴 沒有原因的 其實他們經歷了很多波折 很多互相的憎恨 很多互相的猜度 到最後才肯犧牲自己去幫對面 甚至到最後那一幕 Jesse有不生氣嗎 生氣了 是混蛋 但是沒有放過他 對 他沒有拖過 他沒有拖過 射死他 他當然是真Walter White 因為我會說 想說這套劇 最後就是 Walter White 他一直就是用著自己尊嚴 為了自己自尊 為了存在的價值 來做所有事 而整套劇的悲劇 最可憐的一定是Jesse Pinkman 當然他有份幫忙做這件事 但是他是最無可抗力的 我是一個Motor White 旁邊的人 我要吃掉他的股票 是 我們一起賺錢 但我的錢沒有地方花 除了賣房子之後 女兒也沒有 最多就是給朋友過來吸收 他以前也可以 一輩子有錢才行嗎 然後到最後 還要給那個混蛋 那些什麼Antinasi 那些Uncle 那些什麼 捉了去地府製毒 全面爛爛出來 最後是誰 都是Walter White救回我 誰弄得我今天這樣 是Walter White弄得我今天這樣 救回我的人都是你 這刻我很想殺了他 但是他也沒有 這刻是很討厭他 同時也很愛他 不要愛他 同時也很珍惜他 他這個人太重要了 我很討厭你 但是我還未至於想你死 其實這種外恨交纏 其實就是和Jimmy和Chuck一樣 其實我是很討厭你 你真的很討厭 但問題是你死的時候 我又真的很討厭 等於他中間一直都很想Walter White承認 他是有能力的 他上到一個位置 他獨自去見墨西哥的Cartel 他證明自己可以一個人做到毒品出來 他證明自己可以 然後他回去吵架 Walter White說 這不是只有你可以做到Blue Math 我都可以 你現在做的已經是我做的 其實他想的就是想Walter White 讚他那次厲害 其實兩個是類似父子關係的感 我記得有一次Walter Junior 他對著Walter Junior說 好像叫他叫Jesse 其實兩個是類似兒子的感 沒錯 因為如果你站在Walter White的角度 那不論是我 什麼也不是事 也是事實 但在某種意義上來說 如果你單拖 又真的做不到那麼多事 沒有Jesse 當然在Walter White的角度 我找誰也可以 但對方來說 你是不是找誰 你都應該這樣說 如果這傢伙不是那麼廢 你怎麼會留他在你身邊 對呀 或者你又吃不住他 也等於我們都可能想說 一些的Mike這個角色 他那種沉穩 他那種看穿一切的能力很強 就是Mike Almondrott 他很早已經不知跟炸雞佬 跟誰說 他說我不用做什麼去殺你 即是他跟Gust Rain說 我不用的 我看到Walter White的Eagle 他腫了一天他會堆壞你的 不需要我做的 而事實也是 只不過在堆壞Gust Rain之前 他堆壞了 Mike自己被Moto White搞定了 其實Mike這個角色我很喜歡 尤其是你過完Better Call Saul之後 因為其實我會看你Breaking Back的時候 Mike根本就是個戰神 你不用看Better Call Saul已經喜歡他 你喜歡他是因為 他是一個戰神很厲害 厲害得好像沒有弱點 加上他跟Jesse有一種很關照 他好像前輩關照他那樣 那時候你不明白為什麼他這麼疼Jesse 沒錯 所以你去到Better Call Saul的時候 他把這個角色去補完 才知道原來其實他很多這些感受 都是來自他兒子的遺憾 這個Mike這個角色的背景是怎樣 可以說之前我補一句嗎 其實我想埋賣Jesse的味道 就是說我覺得整套東西 基本上每一個碰過Cutell粉 碰過毒品粉的人 沒有一個好下場的 唯獨是一個可能還有一點點良心 最無可抗力的那個人 Jesse是他可以真的離開這個戰場 因為你見到他那個圈 只有Jesse他覺得做這件事有問題 全人都說自己做事沒有問題 至少他覺得應該做 那些不要說沒問題 應該要這樣做才可以自己生存下去 那種門討的說法 其實他是過羅德華來的 我想啊 我不想過羅德華 唯獨Jesse是可能 唯獨Jesse是相對他 有自己的底線 有一點點 他至少要去譴責 因為我可以補一句 就是全部都死了 很簡單 沒有好下場的 你可以用得好一點 就是Saw Goodman 但是Saw Goodman為什麼最後沒事 因為他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 其實刀劇也是禁讀廣告 就是碰失毒品沒有好下場 因為中途可能很多人都會覺得 你搞什麼毒品呢 多有型 會好像助長這件事 其實不是 最後呢 全部都摸了街 Jesse你猜他離開這個角度之後 他會生存得很好嗎 你真的好去哪裏 是一個可以是新開始 如果他願意留下場的話 因為那時Mike跟他聊的時候 就說你有筆錢 你可以做什麼 Jesse就說 可能拿了這筆錢 然後終於不用再搞毒品這些東西 然後就做什麼正確 然後Mike就說 這件事是絕對不可能做到的 但是其實實際上 你說是否整個宇宙裡 是否沒有角色能夠做到這件事 反而有 很神奇地 是那個獸醫 你記得嗎 對 沒錯 他這個獸醫 本身就是經常去推 其實當時Mike去做一些散工的時候 都是這個獸醫去介紹 他是獵頭公司 對 是獵頭公司 為什麼Soul Goodman 可以有這麼多洞路 可以認識這麼多毒販 又認識Hill這些人 原來就是來自這個獸醫的那些人物 聯絡的電話簿 但是這個獸醫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 我真正有興趣的東西 不是販毒 我不是搞犯罪事 我真的喜歡做獸醫 我會覺得其實這一套東西 有沒有說過訊息 有很多訊息 其實你有很多機會去改 你有很多機會去做事情正確 就算是去到我們 我們在《Break the medical show》最後的結局 為什麼我們會覺得感動呢 就是 就算你做了一萬件錯事 你害死了Chuck 你害死了Howard 你害死了很多很多人 有很多人因為你而變得不幸 但是這一刻 你不可以再因為同一件事而錯下去 所以 為什麼我們當時會覺得感動 就是 我是作為Soul Goodman 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律師 但是我不蝕你的法律 但是我作為James McGill 我願意他承認自己錯誤 最後一刻 熟罪 熟罪 所以 我那段看了很多次 我每一次都會覺得很感動 很想哭 就是因為 他這句說話的份量 令到我之前看過的所有精彩片段 都覺得 wrap up wrap up 包括《Breaking Bad》 是兩套劇 他是包得到的 他把兩個劇的份量 都在這個結局裡爆發出來 所以才會這麼精彩 我們說得有點遠 不過我們先回到Mike 這個角色 Mike 為什麼他會是戰神的 其實以前他是一個警察 他是一個很受整個警察 但是問題是 因為Hank 他這個人雖然很聰明 他很老奸 但是 他是看穿了你們所有的神賄 套路之後 他覺得他就算跟著一起收賄 他都覺得OK 所以他看穿了這些所有的 背後的所謂黑暗的操作之後 他的兒子也讓他做警察 他的兒子知道 他就說 我做了警察之後 原來都要收賄 然後那時候Mike 就勸他 你收了些錢 他人生會覺得好些 誰知道 他收了錢之後 就是因為他收了錢 所以就引起一些仇家 來去殺了他的兒子 所以 所以就現上Mike 這個人其實是因為他所謂的 一些老人家的智慧 就害醒了他一輩子裡最愛的兒子 同時他曾經也助長 因為他有份收賄 他也是助長這個勢力 延續下去他的兒子那一代 所以他怎麼都覺得自己是一個 Kind of Satan 殺他自己的兒子的罪乎禍首 其中一個 當然延續下去 他就開始對一些 Kind of 有少許良心 或者身不由己的角色的人物 就有一種很特殊的同情心 尤其是他年紀 尤其是年紀是比較接近 他死了兒子的那個年紀 所以在Brother哥書裡面 出現的就是Unnatural 他發覺他是疼家人 他不是單純因為為了我的邪惡 為了我要賺大錢 來滿足我自己個人的欲求 來做這一行 而是他希望他爸爸過得好些 或者他爸爸受到威脅 他不敢反抗Salamanca這個家人 他要迫著做 迫到一個位是 這個年輕人要開始殺人 迫到這個年輕人要逃亡 他要開始反抗Salamanca的家族 但是Mike其實一直以來 他只可以旁觀 他幫到的東西都是不多 因為他也要自保 我不可能出到手說 我就是Gust Ring的人 總之我就會救你了 不會 因為Gust Ring都不想 這個Nachos 在這個世界繼續生存下去 還有Nachos這個人 是可以有能力跟Mike對焦的 他是很少數 就算是最初的So Goodman 即是James McGill 其實都不可能跟 那段很少 可能在停車位跟他爭論 要看到張飛 但是Nacho這個人是很聰明 即是他可以在Salamanca 這個瘋狂的毒販家族裏面 他可以有少少油水可以抽 兼且他跟Mike有些星星相識的感覺 Mike是知道這個人是聰明的 之後再慢慢才深入 原來他有這個背景的故事 所以他對著Gust Ring 就算Gust經常想殺了Nachos 但也經常跟他說好話 你會覺得你看到這一段的關係 我覺得Nacho怎麼想都好 比Jesse Pinkman 有些的 我覺得Salamanca的歌手裡面很棒 他是火風鳥原來的 裡面每個人武力又高 智力都高 每個人都很聰明 摸你的街有沒有這麼多聰明黑社會 跟我看最近一套漫畫 就是My Home Hero一樣 扔你來裡面登場的角色 每個人智力180 我想說My Home Hero已經爛了 我看直到現在 爛了 但是每個人都180 混蛋黑社會頭目小混混金髮 那些傻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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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Jesse Pinkman同時我會和Jesse多一點 但是 怎麼說呢 我覺得Nacho最棒的是 他那種身不由於更加強烈 他純粹是因為他出身 是作為一個墨西哥人 是生活在南美國的墨西哥人 南部的墨西哥人 他的家族就是要被Salamanca的家族收片 他不能抵抗 我要違抗半步 他整個家人已經拿槍對著我老爸 隨時可以殺他 我不能選擇他 我只是愛我老爸 我不能不同流合污 如果不同流合污 就繼續做這個生意 我只可以繼續給保護費 Salamanca這個家人 為什麼我會覺得Nacho 對我來說 我會覺得我更同情他 就是 我覺得你已經唱最好的決定 全部做得對 基本上他的決定全部都適合 但是 因為 很多這些黑社會 自己之間的角力 我就要不得不成為一個犧牲品 對 他那種命運是很可憐的 對 所以你反過來Jesse Pinkman 他是真的狠狗害死自己 一來 當然之後他受惠於Mike 對他的關顧 原來要再多一步 就是Mike原來發覺自己 我都幫得不夠Nacho 就是幫Nacho也幫得不夠多 之後他落到Breaking Bad的時候 為什麼Gust Rain要帶他遊車 和他做一系列的任務 坐了整天車 他建立了一個感情 或者對於見到Jesse的一種觀察 之後他發覺這個也是值得保護的人 他用了更多的力 用了更多的心機 去幫Jesse 去指導他 去跟他講多了話 Mike有時候可能他會想 是不是我跟Nacho說得不夠多 某些說話呢 他們的交接其實很少 對口的場合 當然Jesse Pinkman也可能是比較容易 他起碼他的身世 沒有那些strength attention 令到他一定要在這個地方 不可以離開 因為Nacho如果要私下潛逃 他一定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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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明白嗎 這是他不能走的辦法 這多慘 他連逃亡員都要回來 你這個混蛋 老爸是傻的 挖到叫你走 死都不肯走 原來你不肯走 原來是為什麼 原來是說 你不肯去哪裡賺回來 你販毒賺回來的 我不會收你的錢 我不要你會租錢 而且我不會屈服 在Sala Manca 這一家人 最後 兒子死人了 對 基本上真的是老爸害死了 對 其實老爸叫兒子做個 對善良的選擇 但是去到這麼狠 還有Nacho 對善良的說清楚 你有多危險 但是要不狠說 有時候劇集就是這樣 不狠說 要說到 總之我關心你 你聽我講 我愛你 總之我不狠收你的錢 然後兒子死了 當然 最後他最好的死法 是自殺的 我會覺得 無論觀眾還是在場的人 都是尊重的 死法 其實我之後有想過 究竟Mike 當時會不會有想過 想殺死我 一來 我甚至無可抗力 會不會是殺死他 即是他負責開槍殺死Nacho 如果Nacho在當場沒有死 要被人捉走的話 他會不會負責開槍射死Nacho 我覺得他心裡很想是 我幫你殺死我的沙拉曼卡 心想這樣 但又有些不行 他也不可以完全沒有這個勢力 對 我知道 這個也是集矛盾位 但Mike 其實很看的位置 就是他落到人家未利 你在Breaking Bad 你看到他的kind of善良 但一直是壞事做盡 即是他表現出來的 是一種很合氣的感覺 是道亦有道的感覺 但他做的每件事全部都是殺人放火的事 其實Breaking Bad 雖然我想到最後才說 他每個人都會有些比較複雜的角色 因為一般的劇情人們很面譜 我不是只說無線 即使美劇都很面譜 他有些面譜 這麼強烈的拉扯 他可以選擇 他這些角色是很多演員 這些不是遊戲造的角色 因為他們每個人都充滿矛盾 或者是他們不是人 所以他們才會有這麼多想法 即是他們做很多事情都會有很多原因 而且是會做錯的決定的 不一定全部都對的 拍檯有時候就是所有事情 你為了令到主角成功到尾 他永遠都是做對決定的 即是好像有時看一些職業劇 我說美劇 每個人都很面譜 例如這個一定是怎樣的 那個一定是怎樣的 這個一定是怎樣的 即是那種面譜是看到 我送飯就會拿來看 你說追就不會 有這個不同的 可能Gus Frank我們上次說過 今次不需要說太多他的背景 但這個就是 我覺得我們綜合而言 就是我們上次也有提過的 就是Face Gilligan 他很捕捉到或者他描寫的角色 就是有那個立體感在 沒錯 沒有完全的好人 這個很老土的一句話 就是沒有永遠的好人 也沒有永遠的壞人 全部的可憐人都有可恨之處 反之亦然 就是全部說這個混蛋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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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很可憐 所以為什麼我會覺得 這一套是很迷人的地方 就是在於 因為我覺得 我終於感受到 看劇最開心的樂趣 我最喜歡這個角色 我不是因為他一個好人 他有什麼人切 很適合我的興趣 而是他真的是一個人 我的感覺就是 James McGill Ria 這個叫做 Akeem 又或者是所有的角色很好 他們是一些很有血有肉的角色 我因為 由第一季開始慢慢 逐年逐年去跟他 他那些劇情 他經歷過的事情 我全部都跟他一起去經歷 我明白他每一次做一些錯的決定 或者是對的決定 背後的intention是什麼 無論你是好還是壞 你做多少賽決定 或者是最後你可不可以有一個好的決局 我都是這麼愛你這班角色 所以我會覺得很簡單 就是為什麼劇會這麼迷人 為什麼Story這件事這麼迷人 就是因為我們是人 我們就是有同誠心 我知道你為什麼會這樣做 才會覺得好看 《Breaking Bad》和《Beta Corso》 這個導演這個團隊 他很擅長做這件事 令到這一套劇的所有事情 都會令人欲霸不能 因為我自己會去想 這套劇當然我們要講 《Breaking Bad》的中心 我們《Beta Corso》的中心思想大概講過 《Breaking Bad》的中心思想就是 大家可以為自己的 承傳自己的人生可以犧牲到多少 那種承傳就是你選擇一種自己 就是浪漫摩托威 當然一開始都是因為意外巧合 令他碰到製讀這條路 但是當我們找到一個所謂自己的優點 自己的強項 我們原來可以因為這件事而瘋狂 人是可以的 反之就是 我為什麼很難看不起那些 為了六千元去掃木雕啊 去玩啊 但是就是運讀 如果不是 他始至是做一個很難出色的運讀的人 你不是的 你找到那筆錢不是這筆錢的 原來你是想偷龍主鳳就好像 你叫什麼 什麼 You can't catch me Cash me if you can Cash me if you can 我覺得也很帥 也是一樣的 為什麼Cash me if you can 他不肯收手 為什麼到最後 放你出來幫忙 他還是要挑戰多一次 我還是要逃走多一次給你看 我還是要假裝多一次給你看 這個就是他嘛 這是他人生來的 你不要覺得他是在做笨賊的選擇 應該是他的事業 是他的事業 是他的事業 是他人生的事業 不是那種單純 我現在做這份工那麼簡單 而是 我找到我存在的價值 我們可能有些旁觀者就會覺得 你這麼磅咎又犯錯 可能你之後 我會對你越來越好 不是的 有時候不是單純的屈服 他屈服了就是屈服了他整個人生 Walter White他寧願死 他寧願犧牲 他最後逃走了 他離開了這個地方 是不是阿拉斯加 總之去了一個 很奇怪的地方 很冰天雪地的地方 本身明明是一個火舞黃沙的地方 冰天雪地 然後 他原來不滿足的 他不用死 他有點捉贏了這場棋 但不好意思 他還是忍不住回去 想找他的兒子 他忍不住回去 要兇勾那個 Gray Matters的夫婦 然後找回Skyler 最後 原來Jesse在哪裏 我去救他 我覺得這個是 他脫掉不了這一層 我覺得是他擺脫了 所有這些慾望之後 他最後想 他都承認一件事 就是這一群他救的人 都對他來說是重要的 所以他想退到最後的時候 make things right 因為其實無論如何 他的事業已經結束 我覺得我最後用了我最後的價值 去救一些我仍然是真事的人 我想說一說炸雞叔 因為少數我看了這麼久 我還記得的角色 你居然喜歡他嗎 他都喜歡男人 他都喜歡男人 你剛才說這套劇 他捧紅了做那個男主角 即是扮Mr.Right那個 以及捧紅了炸雞肉 其實捧紅了他 其實如果你看回那些片段 其實他做得很面譜 例如他最色彩的就是 因為他真的開炸雞店 但其實他是一個毒販 他開了一間連鎖的炸雞店 他對著客人是會假笑 你看到他的樣子 你真的以為是濕溝經理 然後他對著客人的假笑 然後看到他另一個事業的人 他會立即把臉都扮起來 即是不即便 但其實老實實 如果你問一些演員 那些是很面譜的做法 但角色就是需要這麼面譜的演技 其實他能夠維持 就是他貫徹 起碼這件事 你要簡單一點去解決 就是他在笑的時候 他貫徹到那種笑 而他黑在臉的時候 亦都有那種氣勢的 因為他做的那種假笑 是令人印象很深 那種假笑 是有點害怕的 比較接近我想到那個 就是 Manzina 不是 Boys 變成Homelander那種假笑 最接近已經是我想到的 Homelander那種假笑 當然Homelander那種是瘋的假笑 雖然我說面譜 但是他壓到場 他每一次出來都壓到場 他出了26集 有人計算過他出了26集 他每一次出來都是壓到場 但是一個這樣的角色 我們還有一個新的 再出色一點的角色 沒錯 就是Lalo Salamanca 如果你要看的話 就是因為炸雞叔是那種很乞制 很小心的那種的復讀犯 但是Lalo是那種很 紅紅疆 是亮的 其實炸雞叔他出的就是他一種善引 他要懇懇當然是很懇 pleas 到 extent他 fühl working 我記得大概的劇情幫助呈他 Mister Wright直接沒有ования 不要緊 我們直接合作 所以可以挑戰他的 他是一種 他只是當我一件事是一件生意這樣做 當然他是一個很狠的人 我要說一個笑話 因為我朋友有看的 那時候當年 他有追的 然後他看大陸版 他問我發生什麼事 我說他就死了 最後他會死了 他就死了 然後我跟他說了很久 他說不如你傳你看那集給我看 然後我按來看 他把大陸版剪掉了 他剪到怎樣 他是劇透來的 他是去探望阿伯 然後蔡倫英阿伯變了 炸彈他就砍死他 鏡頭是他走出來 鏡頭拍到他 因為他是由左邊看過的 然後拍到正面 然後拍到他變了two face 第二面炸到骨頭 大陸版好像剪掉了炸彈的幕 剪掉了鏡頭拍到正面的幕 然後看到那個人只是跌倒了 然後我跟著我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看完我問他 變坡術 最搞笑的是什麼呢 最搞笑的是什麼呢 他看了幾集之後才問我那個人去哪裡 死了啊 他死了啊 他死了啊 應該好像隻狼那樣 當時出個死字嘛 死 告訴他他死了 真是狠狗剪掉了 看不明白 我看的時候都覺得很古怪 但是他死了 現在變成垃圾劇了 他壓到場 所以最後很多 當然這一點就突然變得很無線 你任何奸角都找他做 連Four Cry都找他做 笑著我 糟糕 但我想說他當然啦 所以Finders Gilligan知道他是一個這麼板起口面的人 他中間都插一些他的兇殘 插一些他的小小的善良 有時他放過人一馬 你會有一種呼氣的感覺 他那一刻沒有決定去搞死Jesse 你會立刻鬆開口氣 但是他走去地牢那裡 捉了Jesse和Waterweight 他們偷偷偷偷了毒出去賣 還是什麼原因 捉了他 然後他有個手下說 這些東西我每天都做 我每天都看著他做 我都關掉了 我現在做一次給你看 然後他走去做 他整整整整整整了 整了兩整之後 Gus Frank走過去 他的喉嚨一夜間 然後噴到Waterweight前面 噴了 這樣噴的 那一刻你見到他真正兇殘的那一面 其實也是存在的 他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文官 你以為他好像沒什麼說話 但其實他要做的 可以兇殘過沙拉曼卡 只是他可以下手去做 而且他的生存價值 一直以來不是單純賺錢 當然他要賺錢 其實是要拿到墨西哥那邊 那個人的信心 另外其實他最主要 是要向著沙拉曼卡這個家族 就是那個丁丁丁的家人 去證明給他看 你所有東西都被我拿掉了 不好意思 你那對 Cousins 不是他的Cousins 應該是他的侄子 他的侄子 他們是其他Tucco的Cousins 應該這麼說 都被Hank殺了 你那些親戚全部死了 只剩下一個 現在我每天找個手下來養你 你每天在賣屎賣尿給我看 最後被他炸死了 其實他的立體 他都不是單純我為惡而惡 我不是為了我要賺錢而賺錢 雖然他表面在生意裏 但其實他心底裏就有空探望你 那為什麼呢 原來他也是在Bed&Cousins 有解釋到 為什麼他這麼討厭這個Hector 就是因為Salamanka 是Bed&Cousins Bed&Cousins Bed&Cousins已經說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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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殺了他的夥伴 而那個夥伴 其實真的是他的夥伴 所以為什麼他這麼要為了這個夥伴 來復仇 因為這個演員已經紅了 其實我覺得這個月照一定會拍 因為那個炸雞塑的演員都說 其實我很想拍前傳 我很想拍前傳 他說連名字都幫他改了 叫The Rise of 不知道什麼 訪問要怎樣說 他說我一定會拍 基本上他講到這樣 其實都應該會拍的 希望啦 不過有時候事不過三 甚至就要小心一點 還有其實我Fence Gilligan 其實下了很多時間浪 其實他還有一套是說 這個人民殿堂 就是說是基督教 然後整班人搬去一個空地 然後成立教會那個 真實存在 沒錯 他本身說是幫HBO來拍了一套 但最後那件事是全部都死了 全部都自殺死 對 他有自殺死 但好像是有身患者 但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我記得是喝香水還是什麼 說要上去見耶穌 還是上去天堂 集體自殺 沒錯 其實當時他答應過會拍的 但他答應過後 看完這個報導很興奮 誰知道就是疫情 因為他自己也看很多 他說是香港以外的地方是會找一些老坑來做主角 大陸都會 大家聽到可能會問我 白色強義國長都錄差東西 不是那種老人家 而是你看一看 因為國長那隻還要保持自己帥哥 那些真是噁心阿叔 他一開始第一集的形象是很瘋的 是噁心阿叔 大陸會找這些阿叔來做主角 韓國也會 美國他們更加會 而很有趣的是什麼呢 無論是炸雞叔和 Brian Cranston 就是Walter White 糟糕 他之前不敢出名 完全不敢出名 你知不知他上一套我看到他 我認得他 是什麼 他炮蝦是什麼 除了我班旁邊的配角都說不上 他出兩三集而已 他平時如果用香港TVV的術語 他是這傢伙 事實真的是很恐怖 整套Breaking Bad沒有一個小顆星來的 最紅應該就是Aaron Pott 最紅就是Aaron Pott的Jane 是呀 是呀 做Jessica Jones 但是那時候做了Jessica Jones 那時候還沒做Jessica Jones 屌 整套東西最紅是他 最漂亮是他 其他全部都是KDFA KD還不是剛剛入行所以KD 是熬了很多年來KD 這輩子都是KDFA KDFA抓了60年 有一刻Aaron Pott抓了30多歲 才接一個10至20歲頭的角色來做 他演到 他真的幸好樣子和眼睛 我不是他沒有演技 但他沒有這個樣子搞不定 我上次也說過 做Hank的舅舅 他收到一個劇本 他真的跟Tim說一樣 他以為他是喜劇來的 他在Casting的時候 他以為是一套笑片 獨對白 他以為他做你的 像灰蟹一樣 簡單的 變成很搞笑 你現在上Youtube找到 Search Breaking Bad的Casting的影片 是齊了主角群的Casting 我覺得好像Brian 他應該很敢 因為他才開始做主角 當然啦 他間中有一部影片 也不是間中的 有一套 我記得有做非常愛父的男主角 現在是蠟燭了 陸摩不可以見到 James Franco 然後他就算不做主角 好像哥斯拉他都有份拍的 真的嗎 我要玩 他做科學家 好像是 但是你看到他最少接到A級影片 我覺得他是很瘋狂的 但最有趣的是什麼 我沒有記錯這段時間線 他拍Banking Back之前是一個 是CARE FAIR HOW AND MATCH YOUR MOTHER 他是做Ted一個很瘋狂的上司 出過兩集 之後他拍Banking Back紅了 你知道HOW AND MATCH YOUR MOTHER 那些SITCOM不是 一邊拍一邊 叫他回來做他肯做 叫他回來做一兩集 之後他肯回來做 很瘋狂的 你看到這個人很感恩 而且他喜歡 而且他本身也是一個 很有幽默感的人 我會覺得 你知道紅了 就好像你叫黎耀祥 叫我回來做Cafe 當然不是肯的 你現在拍第二集的生化壽司 新化壽司 黎耀祥也叫主角CARE MATCH YOUR MOTHER 他真是配角 他真是死CARE FAIR 黎耀祥 新化壽司 怎樣是主角 你胡亂說 我還想了一陣 我加上手機 對 主角 喜歡拍的話 錄一下點 你 然後 你見他肯做 他回來 就是 我不知道他的心怎麼想 但我覺得他 他覺得 他有 工作 他是感恩 那些人 因為他關心得太久了 實在 他不同的 他真的做BREAKING BAD 可能大家看到很嚴肅 去到後面 轉了調 就簡直是一部很嚴肅的正劇 去到尾 其實拍這部副劇的時候 他們那種 bonding 是很強的 就是BRION CRANSON 是很照顧裡面的演員 甚至因為在BREAKING BAD 裡面他有幾集 是找了BRION CRANSON 自己做導演 即他導那一集 其實很平常 本身是劇集做導演 經常性會感的方式 有空就轉一下人 但是他導落 都導到 其實導演有一個很大的階段 就是 其實不是單純要怎樣控制鏡頭 或者場景 我實在懂得拿鏡頭嗎 那個攝影師 全行最專業的幾個人 我需要教他做事 我跟他說 你一會兒這樣拉過去 他就會用一個最漂亮的方法 拉過去 而是 你要控制到場面 要控制到演員的情緒 控制到他們的關係 因為其實你就知道他本身 是很熟悉的這班演員 跟他們的感覺很強烈 他很投放自己的精神 在這部劇裡面 即是有些人都好像說過 他做這部劇演的時候 他很留意身邊的拍檔做了什麼 所以才可以演得這麼放下去 但是 說了撇除這些 我覺得技術層面的東西 我也很佩服這部劇 其實說到最後 剛才我有提到Jesse的一個位置 和Walter White的一個位置 我會推薦要看那部電影 即是El Camino 不是一部好看的電影 那部電影我想說 那傢伙撒了這麼多 對呀 不如換了他就算了好不好 我一開始認不出他 不如換了他好不好 其實不換了他 其實不換了他還要 不就是要拿回一些錢 找一個九百人 Ginger頭 我想說 大家想見阿托 我覺得他很不賣專業 不要減肥了 他最冷靜的是 他之後拍其他劇 都是這樣肥的 但那部劇沒有要求他肥的 不是說你要做個肥人而做 不就是他人真的肥了 好心有些錢就找了 麥迪文做 麥迪文做 當然有Casting 但是El Camino 我不覺得是一部超常盛的作品 有點悶 對呀 我分了很多次去看 因為張力不強 但值得看是看到最後一幕 就是他們回憶那部車在外面 他們在早餐的餐廳 Volta White和Jesse說 其實他問Jesse想做什麼 會不會想讀書 對問他們會不會想讀書 他說也好 但不知道讀什麼 他說也好 你可以讀市場 對呀 他有建議去讀市場 因為我們一直以來做的 不就是市場 不就是市場 不如就讀市場 那一刻 我就覺得突然很釋懷 我剛才說 Volta White 其實真的有關心他 不是單純的真行 不是單純的利用他 那一刻我窩心 我是覺得這部劇 你最後放回這些 是開心的 其實他有一種感覺 其實是說 你這個人有沒有用 看你放在什麼位置 他是有種感覺 雖然也是那句 他犯毒真是犯法 也不應該做 但是 Volta White 他人生 感受到的就是 你放在他做老師 就夠了 你試試放在我 那些專業 其實或者放他做研究 他都可以很勉強 只是他剛好 沒有所有的機會 剛好你不在那個位置 剛好你不在那個位置 所以他就變成了 他現在很難失敗的人生 這部劇 在某種意義上 其實是很正面的 我覺得真的 你那條 為什麼呢 你想想 如果他這樣 就中癌症死了 那個人生就是 nothing 他對自己的評價 都會 nothing 你不要走過來跟他說 你珍惜你有的東西 他可以珍惜 但他那種珍惜 就是苦中作樂 那我一直 這二十年 這二十年 我都不想滿足自己的生活 一刻都沒有滿足過 你跟他選擇 你跟他選擇 從一樣的東西 他會不會走去販毒 到現在這樣最後 混蛋慘死 他都肯定會選回去販毒 他選幾多次他都會 怎樣害到身邊的人 他都會 他一定是一個自私的人 但是 到最後他救了Jesse 可能是一點的救贖 但是不代表什麼 因為這種就是人的複雜 人不可能不全自私 沒錯 你說屌你到什麼 我看到劇 一有性人 我看得不舒服 這個世界沒有性人 你絕對的仆街 都是按鈎的 這個世界沒有絕對的仆街 這個世界是 人是一個很複雜的一件事 其實是一種很複雜的情緒 每個人都是 你面對不同的事 你自然會給不同的反應出來 這個才是人 是 所以這套劇 你說Fince Gilligan厲害的地方就是 我也說過 我們覺得Breaking Back 會多一些爽位 但是你很仔細 不理爽位 就這樣看圖片 就這樣看他們 每個角色的互動關係 他們的性格 人物的build-up 素組 Fince Gilligan 真的很厲害 而美劇是賣少見少的 而且我經常看見Fince Gilligan的樣子 他不像拍到這麼厲害的人 他是一個勾勾的肥大叔 是留鬚的 你可以找一張圖來看看 是留意別雞 又不是意別雞 類似 抹鬚 抹鬚 Hitler那些 不是Hitler 不是大汁一點的鬚 Hitler的鬚沒有人留 不是一點 是很大大 在那個上順那裡 他的樣子是挺搞笑的 而且我再重複一次 我們上次也說過 就是他有一個選人casting的原則 就是說他覺得 我cast一些comedians回來 我找搞笑藝人 我相信搞笑藝人 懂搞笑就懂演戲了 所以他裡面的那些 全部都懂搞笑的 全部都是搞笑藝人 甚至Calibert很多 都是做一些stand-up的 你會找到什麼Bill Burr 找到那個黑鬼 很大隻 Hill 又是本身說搞笑藝人 Metal Corso這個主角 Bob Odenker 他以前是幫Saturday Life做寫手 他幫Conan做寫手 因為這傢伙本身都是gap人 所以這幫人是很奇怪 Brown Crescent他也是搞笑的 他去Conan那些 那些雷暗 show 跟他聊天 是瘋狂吊咬人 他笑咬人 在那裡搞笑 笑咬Conan 如果Conan喜歡的嘉賓 全部都是有些份量 他欣賞到的人才會 請他去做其中一堆Podcast的嘉賓 所以挺有趣的 本身這個有Face Gilligan的眼光 是有點奇怪的 我覺得挺有趣的 你知道他們真的會Casting 我聽過有一個Thomas說 香港開戲是看你有多少票房 先找回來 我承認這個是一個商業模式 但你看到荷里活有種模式 就是他真的看你自己行不行 沒錯 老實說那句 真的是一把死Kate Faire 其實你Game of Thrones 好多好 全部都是Kate Faire 哇當然啦 Game of Thrones 我想更紅一點 那是皇后而已 沒有一個是用得出紅 他最紅的 因為300 他不能拍 Game of Thrones 原來他是皇后 這樣也是 然後還有什麼呢 水行俠嗎 你不是做完Joggo才變成水行俠 我現在跟人說 水行俠是屌個 Aclark Aclark Amilie Aclark Amilie卡 這樣屌 你們都沒人相信那個是水行俠 我看過水行俠屎屎屎屎 有多少看Aclaman的人 還沒見過屎屎屎 吃屎 Aclaman出名 嘩 多漂亮 而且他剛好是最愛龍武的一個人 對 一開始我看的時候 是按下他的頭去吊他 其實我覺得有點痛 其實那時候我看Chan Drogo 我又覺得有點震撼 有點憎他 所以再看Aclaman的時候 我們還在想是不是有些邪氣的角色 因為第一套Aclaman不是阿溫子人拍的那一套 是那一集是嗎 不是就是Justine Lee 喔 就是他先出場 我以為他是奸角 還要在那裏 勁論善良 勁論好人 對 要真人勁論愛自然 對 可能他會參加一些抗議 專門放下一些東西去抗議 對 有些好笑 而且他打NBA 他是那個Steven Adam 哈哈 一樣樣樣的 師父 Adam 在外國都被人說他是Aclaman 哈哈 所以是 不過就算現在 在美劇來說 其實這集比較少 因為老實說 是慢熱的 慢熱是很能趕客的 我想說 沸浸的 你要沸浸的 唉 但是我心想就是 劇裡面當然有分泡谷 有分文藝 有分學術 有分學術 我會覺得 你不可以令這種劇變成沒有 但是我現在 可能現在最紅的那些 就真的 很少這一類型 你說Stranger Things好不好看 我覺得好看 但是他不是這種 不是這種 taste 我會覺得 可能你不同的菜式 你快餐當然好吃 但是這些 我真的覺得米芝蓮級的 那些西餐 我都覺得 是很值得去保留的東西 但是如果大家不 因為他悶而 忽略了他的價值的話 我會覺得是很可惜的事 因為他這隻 就是這樣說 你說正經的話 就不是沒有的 但是我記得十年前 就很流行The West Ring 那隻 The West Ring是哪一隻 講了很多 很多對白 瘋狂不停 每一秒 每一秒都有人說話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編劇 這個 Ara Sorker 他的風格就是 很多字 他的劇本是多字 不讓人相信 但是你覺得很好看 我是強烈推介 看他的 Jobs和社交媒體 都是他做編劇的 他是真的用對白 來講故事給你聽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這種感覺出來 好像很廢 但是真的只有他才會這樣做 有的 有的 有這種方法 因為有點像舞台劇 但是不斷地用對白去推進劇情 所以他一講人物自傳 或人物傳記的時候 是特別用得好 因為他一直不停地扔龐白 不停地說他和人的關係 來繼續訴訟他的人物 這個就 但是不容易見到 因為你尋得差 那些人會覺得 怎麼會這樣沉 但是他 那些對白是多到 是瘋狂瘋 才是背死的那些演員 有些瘋狂 所以他這隻 他這隻就是另一隻相對 少眾一點的 認真一點的劇 我什麼叫不認真那一劇 911就是不認真那一劇 911就是不認真那一劇 911就是吃飯播來找聲音 那些是純娛樂的 但如果你說 怎麼說 《The West Wing》他都有點沉浸 但是他很沉浸 就是很多話說 就是瘋狂多退白 但是我是很喜歡這個編劇的 他每一套近年編劇 我都有去看 我覺得他 如果要學編劇 你跟他學 是很穩陣 那些事情 有些起伏 不是夠一堆對白 完了就完成了 還有 Sorry 講一點題外話 《The West Wing》他創造的做法 就是因為他知道 港對白很悶 他做了一種西非怕法 就是 那個人不停地走 其實後面 不停地走 不停地走 五分鐘他在說話 在白宮裡走 走 不會只坐下來 不會只坐下來 這些都會調度 很容易的 很搞笑的 就是這樣 差不多了 到尾會有沒有最近在看什麼劇 講兩個 如果是最近 我真的覺得很瘋狂迷戀 當然是Rick & Morty 因為他出了最新季 然後我就用HBO來看 除此之外 《龍之家族》 其實我覺得是越來越好看 大家又放棄 那些東西 我還是先看好一點 出現一季才算 我先看好一點 但真的很好看 我見不想少那些 第六季的人 跟你在一樣 好看呀好看呀 一到第七季 我真的不能想 我不會再被他吸引去看 一定要想一會 那好吧 那我就是會去試 但是如果是 我覺得是比較少眾 其實也不少眾 在英國很紅的 就是這個叫Picky Blinder 肉血客幫 我真的 我會覺得 他的感覺 永遠都有一種 的味道 我覺得Dim哥也喜歡 肉血客幫可以看 但是他每一刻 他每一個造手 出場 都是帥氣的 他是說大約 邱吉爾時代 那時的黑幫 蘇格蘭和愛爾蘭 共產和愛爾蘭革命 他在Birmington 在一個類似中部的地方 他有一個黑幫 叫做剃刀幫 他們的特色就是 在Dim Lanham裡面 有剃刀 就可以一炆出來就開片 我想說 他就說這幫黑幫 他們由 密密無明 慢慢爬到 可以變成一個正途的過程 這陣子我已經炒散 可能很廢精神 我打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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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看劇的時候 我只想看《911》 我打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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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肉血黑幫是輕鬆的 不是很沉重的 我覺得這些都OK 然後他不是那些 應該這樣說 我想找一些sidcom看 因為我不是很想用 要看sidcom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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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你啦 上網看啦 屌你了 好嗎 我再說 最近看了一部劇 剛才說 用卡幫我開了來看 我最近看了一部Sandman 睡魔 為什麼你們很少人說 那一部人說是拍不成功的漫畫 但他拍得很好看 人們說很好看 整件事是舒服的 他每個單元都 即是他不會特別跳 但他有他的格調 他有那些小鷹鷹的 即是鷹鷹味的東西 在裡面 他的格調挺漂亮 我拍得整件事 舒服的 和看起來 我對上一次看完那部劇 就是這個正義的法則 因為我覺得那個女主角很冷靜 正義的算法 還是那個 總之Dispas找到那一部 角說服很冷靜 真的 我會覺得暫時來說 好像是多劇到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每一部都很吸引 就是我最近對於劇的評價 我想說 剛才有Vita踢夠我 什麼 想見你又說這麼多年 什麼啊 你都沒有看 我是完全沒有 但是我屌你老母 我都沒有因為痺子殿下 而放棄我隔離介紹的劇 最近在追求愛迴家 對呀 屌你 你更壞 我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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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強人 我為了做節目看了兩集 對呀 我們看兩集 那些人說得到周星馳有性 那我 這裏竟然說毛劇 我說兩句 最後那些人說很好看 我只能夠說 金城安 我只能叫什麼 我只叫金城安 周家樂 周家樂 他就做回他愛迴家 欺如其分那隻格 我會這樣說 公平一點說 愛迴家 他訓練了那麼久 他不會做得太生硬的 就是這樣 大家真的不能給反應 那怎麼給什麼反應 其實愛迴家裡面 他不是真的做得很high 起碼他能彈出來的角色 我不會太討厭他 另外因為剛才 只是咪前也說過 咪後 現在是咪前 開咪前 其實我們看Doc很多 因為Doc送飯是不錯的 例如最近 除了我剛才說 我很喜歡Netflix 體育醜聞 除了AB黑手 找回經典的單 就是打NHL 二次她真的被滾了 說有女兒認識了兩年 但原來是假的 網戀的 對 最後發覺是假的 都拍了兩集出來 好笑的那件事 我很喜歡那件事 很有gap味 對 好像很慘的 哈哈 好像很慘的 入到NHL 被人笑到現在 我也覺得很值得笑 那些 我看Documentary多 好 我最後再說一套 就是我推過給Vita看的 那我就是一套得劇 是嗎 這個是How to Sell Drug Online Fast 這個也是一套得劇 很輕鬆的 我初初以為是犯罪劇 但其實是青春劇 沒錯 青春朋友拍拖 那些東西 可以輕鬆吃飯看 而且她拍得很漂亮 還有這個 好想做一次 這一套劇 對 我們有做節目 所以看完之後 可以聽完我們的節目 很難得 我想我這次也是 唯一一次會做劇的小場戲 因為我都很少看劇 哈哈 有機會 看看其他有沒有機會再說 再說 下次再見 拜拜